進台灣 進台灣 奧運場外 粉絲熱情歡呼 但進到場內 國旗被禁止 就連有台灣意象的加油小物 都被搶走 因為台灣的應援毛巾 被強行沒收 台灣形狀的加油海報 也被中國觀眾暴力搶奪 台灣在奧會模式下 只能以會旗參與奧運 安檢也相當嚴格 涉及敏感字眼都會被沒收 不過在舉重場 卻意外出現台灣國旗 舉重好手芳婉玲 看到休息室門上 旗幟從會旗變國旗 開心地拍下合照 另一位國手陳文惠 也興奮與台灣國旗合影 說是驚喜 不會走 陳文惠當時還要比賽 只能刻意壓抑興奮之情 也說看到國旗的機動 只有台灣人才懂 而他的教練也透露 會出現著驚喜 是因為在這量級 沒有中國選手 主辦單位刻意貼上台灣國旗 是因為沒有中國選手的話 就算用中華民國或用台灣 全世界都沒有人會抗議 因為會抗議的只有中國 教練黃達德 長期待選手出國比賽 對於今年台灣 在國際上能見度提高很有感 體育賽事也延然成為 最好的國民外交 3新聞無界深刻 是台北層部的